我們要證明橢圓的正交線長是2b 平方 之前你們有講過什麼叫正交線 正交線就是說它是垂直於長軸 然後通過交點 這個線這個叫正交線 這個長度怎麼算呢 你的橢圓不管是怎樣 我可以把它經過頻率旋轉 把它放到我的碳這個橢圓的位置這樣上來 然後把這個點叫做C0 這個是負C0 這個滿足PF1加PF2等於2AA比C大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的方法是在前面正面過 它應該就是A平方分是X平方 加B平方分之Y平方分1 會得到這件事情 你把它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你要問說這段長度多少 那其實你就把PQ這兩點的坐標找出來 求這段長度就可以了 或者說打P的坐標找出來 求它Y值的兩倍 乘以2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點 這個點上面 X都是C 因為它是在C0的這條線上 是X等於C 所以你把X用C帶進去 求的這個Y值那多少 把X用C帶進去 那去求Y 那把X用C帶進去的話 那就會變成A平方分之C平方 加上B平方分之Y平方 那你把這個移過來 就減掉A平方分之C平方 那什麼是A平方 什麼是1 1就是A平方分之A平方 那這個會變成A平方分之A平方 減C平方 那我們說A平方 應該等於B平方加C平方 那減掉C平方 當然就剩下B平方 A平方分之B平方 所以這個部分 你把它移過來之後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再把它乘過去 所以Y平方就會等A平方分之B四方 所以你的Y就會等於 Y就會等於正負的A分之B平方 所以這裡就是X是C 然後這是A分之B平方 好 所以你這個高度是這麼多 那這個整個長度是這個的兩倍 所以你的這個就是兩倍的A分之B平方 就是可以寫成A分之2B平方 意思一樣 所以桃圓的正交現場 如果是這個ABC標準型的情況 它是A分之2B平方 好